以后啊 少喝点 你怎么这么受不了啊 我不喝没关系 怕老盯着你喝啊 小鱼去啊 你这回一定得给我个面子 咱们一起喝一口 哎 干什么呀 怎么又上手了 说好喝酒的嘛 不要动手动脚的 哎 刘亦 他再这样 我可就走了 哎 哎 你不能走 哎 哎 不让你走 放开车 放开车了 不可以自己打扰了 快点上来啊 什么事啊 我没有 干嘛呀我喊 别走别走 别走 别走 给我这边的撒野 给我打 别打 别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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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跟他打我 别碰我 你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 说 我 我 他就是当年绑架 咱们挺挺的流氓 放死了 你说什么 小子我今儿告诉你 看见素云的面上 我今儿放过你 你知不知道素云 他为你做了这么多 刘亦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他是我男人 你们都误会了 好 他有点生气啊 你先坐 你先坐 书涵 你真的误会刘亦了 他现在已经不是流氓了 不不不不 我不是说你以前是啊 总之 总之你不是流氓 你 你真的误会刘亦了 我一直在这儿 就是跟他们喝喝酒 唱唱戏 我什么都没干 你就是赔酒吧 我就是想挣点钱 你那么喜欢钱是吧 我有钱 我有钱 都是钱 这是我看花车 所有的金金拿着 拿着 拿着 你快开 高兴了 蛤 我真是 我知道今天的过生日 我心中中的请假回家 我还傻乎乎 给你买了礼物 我真是很失望 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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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 好的 interrupting barber 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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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Evans Gib가는 淑涵 闔日 你还有脸站在这儿 你看看你 你瞧瞧你穿成什么样子 妖精似的 你在外面丢人线眼不打紧 你看看 把书寒害成什么样子了 你就是个害人精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书寒 你故意 你故意还了得了你 行了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书寒 听见了吗 书寒不想见到你 走走走走 走啊 你听不懂是吧 叫你走 书寒哪 这么不懂 怎么能当我们唐家的媳妇 怎么能做你的老婆呢 孙玥根本就不是一个 爱慕虚荣的人 她为什么要去陪人喝酒呢 你想不通啊 连娘我这双火眼金睛 我都没看明白呢 真是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有一天傍晚呢 我就看到她穿成今天这个妖精的样子 跟着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上了车 还有说有笑的 你说 哎呀 怎么样啊 真的 这种事情我还能捏造啊 哦 还有一次 我在大街上看到她卖包子 我就好心劝她回家 你猜怎么着 那个弄堂里的顺子 为了她来骂娘啊 娘可是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有这种事 是啊 你说过分吧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别生气 我也不气了 哦 对了 那个谢家音不也住在南京吗 你们俩遇到过吗 没有 现在娘也没什么盼头了 就希望找到谢家音 能找回我的小剑 我的宝贝孙子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难怪她会生气 连我都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跑去唱春园唱小曲儿 还和那个大坏蛋留言一起 你的脑子能搞懂吗 你绝对是为什么 我当然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了 哟 你这话说给鬼去听 来两个包子 好好好 买包子了 来 拿好 拿好了 欢迎你再来啊 我说呀 你婆婆欠下了刘爷的高利贷 刘爷能这么轻易放过你啊 这里面一定有古怪 我说素云呢 你瞒着谁 你也不该瞒着我呀 对吧 你总该让我知道 万一以后 有谁要是冤枉你了 我也要替你出头啊 不过 这人心都是肉做的呀 你为你婆婆牺牲了这么多 我想到最后 她总该接受你了吧 果然变聪明了 我心里呀 判的就是这么一天 我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接受我的 嗯 转身怎了解 请仿佛月夜 为梦摘千美 请可我独醉 醉在你身边 不奈红颜多皱然生悲 我是不是错怪你了 素云 要五个包子 五个铜板 给你 好 叮叮当当 你们怎么来了 小老板 您说你白天在这卖包子 您还真卖包子 哪还以为是蒙我们的 我刚刚都没认出来 小老板 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穿不一样的衣服 说话 小老板说话真有趣 怎么样 你们在这吃呢 还是带走啊 带走 行 没纸了 我去拿点纸 你们俩就在这儿待着 帮我看一下摊子 别让别人偷我的包子 好 行吧 我马上出来 嗯 这个不是前天晚上大闹唱春夜的姐夫吗 瞧瞧我姐夫多帅啊 就是啊 别闹 别闹 快闹 哎呦 走吧 还要大了 别闹别闹 姐夫 祖彧 我就看看呐 别闹 给我看看 你们俩干什么呢 他是我男人 你们干嘛呢 玩玩呢 我哪有他不能玩啊 啊 我跟你闹 我跟你闹了 姐夫 有空来唱成员看我们呢 要来看我们呢 还好 能省得我五个包子 算了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我怎么了 我衣服是不是不好看 怎么能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这种 这种人怎么了 淑海 你真的不知道 他们其实是好人 而且他们挺可怜的 挣钱也不容易 一晚上要喝好多酒呢 那你晚上也和他们一样 喝好多酒 你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我说不过你 舒涵 舒涵 我还是 进去看看舒涵吧 你一个人去南京 要多加小心啊 你这手 如果还是很疼 一定要看医生啊 知道 你别硬撑着拿画笔 好 知道吗 我现在 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孙子 如果你能在南京 碰到谢家音就好了 好了 快回去 回去吧 路上小心啊 画画别太累了 娘 您保重啊 我走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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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集市洋行的张总经理吗 唐夫人 哎呀 好久不见 怎么这么巧啊 在这儿遇见你 唐夫人 哎呀 自从我们舒涵 离开了你们集市洋行之后 您那儿的生意 就兴旺发达 突飞猛进了 夫人在说笑呢 那其实是舒涵呢 自己主动辞职的 躺在家底后 还在乎这个工作 真要是我想辞退他 就凭谢家音跟舒涵的关系 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呢 您的意思是说 上次是谢家音 给他求的情 啊 唐夫人 您不知道吗 唐舒涵第一次被辞退的时候 就是谢家音到洋行 去给他求的情 我是因为受过谢家老爷的恩惠 所以才特意地 给了他一个面子 原来是这样 啊 那我该好好 谢谢谢小姐了 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 他在南京的住址啊 方便的话 能给我吗 对不起 我还真不知道 我要赶车 失陪了 再见 再见 原来是这样 啊 素银 我看哪 你还是去跟那个舒涵解释一下吧 否则你这个婆婆 还不知道要怎么编排你呢 说得也对啊 又过了一天了 他也应该消气了吧 要不然 我现在就去看看他 顺便跟他说一说 你越来越有脑子了 摊子钱交给你了 行 快去吧 那我走了 这儿有我呢 谢谢啊 快去 娘 高临 娘 舒涵呢 回南京了 那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谁知道啊 也许人家不想见你呢 娘 您也知道我去唱戏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不被封 还要替您还债 您怎么 您知道舒涵生我的气 一句好话也不帮我跟他说 你现在算什么态度啊 你来跟我算账啊 是 你是为了保住这个家 可是我没想到 你会抛头露面 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去唱成员唱戏啊 哦 你是保住了我们家的房子 可是丢尽了我们唐家的体面呢 好了 这样功过相抵 也轮不到你在我这里邀功 更轮不到你 听着妖杆子跟我算账 娘 我没有啊 要不这样吧 我去南京去找舒涵 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不能让他误会我呀 对了 上次舒涵从南京寄回来的信 那信封 我好像放在您那儿了 那信封上面还有地址呢 您把信封给我一下吧 丢了 丢了 怎么会呢 丢了就丢了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 丢了 那地址您肯定还记得吧 您把地址告诉我一下 求您了 娘 真有你这么傻的人呐 丢了的东西谁会去记得呀 真是 您爱找谁找谁去 我累了 爱找谁找谁去 那我找谁去呀 我就不信 娘真的没有舒涵的地址 难道她觉得我的脑袋就这么好骗吗 会相信她骗我的话 还是说 不识字的人 一定会受大城市的人的骗 你的意思是说 佳音寺去的未婚夫 是秋香的儿子 而且跟你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对 她的儿子叫陈志远 几年前我曾经在白云寺 遇见过她 确实很像 这世上 长得相似的人 多了去了 有什么好打惊小怪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秋香义和佳音 常常把我当成陈志远 这么说 谢佳音对舒涵 应该有份特殊的感情才对 如果我能利用这个机会 撮合佳音和舒涵 让舒涵 休掉杨素云 这样 我不仅能有一个有钱的儿媳妇 连我那宝贝孙子 也跑不掉了 唐舒涵早就离职了 至于他去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可怎么办 难道 我要直接去唐府 不行 我不能跟唐夫人硬碰硬 师父 这舒涵不是在南京看着一家画廊吗 我想这南京能有几家画廊啊 要不你带着婷婷到南京去打听打听 说不定真的能找到舒涵呢 这南京城这么大 你让我怎么找啊 你说得倒容易 舒涵 我说好你个秋香啊 你帮着佳音骗走小剑 你现在倒还好意思 回来找舒涵 我真懒得见到你 舒涵 我先走了 保证了什么呀 你找我有事啊 素语 不瞒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 佳音会带着保地逃跑 这件事情 求向益对不住你 对得住对不住的 反正孩子已经被抱走了 你怎么该知道 谢佳音在南京的地址吧 你给我地址 我去老家给婆婆送送之后 就去南京找她 可佣人说 她带着保地去香港 给孩子看病了 看病 骗我的吧 我就知道 她是为了不想让我找到孩子 她躲起来了 素语 佳音也有她的苦衷 你就别怪她了 孩子的事情慢慢在想办法 我 舒函呢 我找她有事 我只知道她在南京 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一起去找唐夫人 她一定知道 舒函住在哪里 夫人 我最近怎么老是这样 夫人 夫人 夫人你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吃错东西了吧 娘 你又来干什么 秋香营有点事 想跟您说一下 你又有什么事啊 夫人 我那天背着佳音给您捎口信 我原以为您已经抱回孙子了 后来听素云说 明晚去了一步 哦 原来你是为这事来的 是啊 这事我想了想 小剑是谢家音带大的 我们这样去强要回来 与礼与法都不合适 这件事情 让我好好想想 一定要想一个周全的法子 你要是硬抢回孩子 谢谢 谢家音当然不干了 不干 那小剑是我们的孩子 总不能不要啊 娘 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 还是你的脑子缺根筋呢 我说过不要嘛 小剑还是不是你儿子 还是不是我孙子 真是的 再说 毕竟谢家音带大了我们的小剑 我们老堂家还应该感谢人家呢 这件事情得容我好好琢磨琢磨 娘 行了行了 我会想的 你别一天到晚在我耳朵边嘀嘀咕咕 烦死了 吵得我头昏脑胀 消停一下行不行 我 还有你 有事没事的 老爱上我家里来 我家里有那么多事情要你操心吗 莫名其妙 请 夫人 邱小椅 我真的有料紧的事要跟您说 你有什么事情起来再说 你 你忙你的没你什么事 你 你进来吧 忙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 为什么会帮着佳音说话呢 什么事听也不能让我听啊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说吧 我想问问您淑寒的事 舒寒的事 舒寒跟你有什么事啊 夫人 我说了您别生气 我猜想 舒寒 舒寒是我的儿子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儿子想疯了你 舒寒姓唐 跟你有什么关系 夫人您想想 二十多年前 你有没有在小嘎勒村 花钱买下一个小男孩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自己能生孩子 我干嘛要去买别人家的孩子 我警告你 你再在这儿胡言乱语 我打电话给徐步房 我只是怀疑 所以我想问你 你不用怀疑 我现在就回答你 淑涵是我的儿子 就算我死了 也轮不到你来当他的娘 可是 可是我有证据 你看看 这个手帕 是我婆婆留给我的 说是当年 你落在我们老家门口的 再加上 书涵和我死去的老大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 你别在这里 给我鬼话连篇的 编什么故事 秋香 我能体谅你 一个做母亲的心情 死了儿子 老来无依无靠 心里空浪浪的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咬定说 我们家舒涵是你的儿子 来污蔑我呀 不是的 你看 你看这上面还有字呢 能能 你看呢 这种手帕 在我家里多的是 我也有的是 八成是你在我们家偷的吧 你就凭这条手帕 就应说 我们舒涵是你儿子 光谬 这条手帕我收下了 夫人 那可是证据啊 你把它还给我 不可能 你把我还给我 你把我还给我 你别吓 别搶 我还给我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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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给我 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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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不过就这样死了吧 夫人 秋香她怎么了 她没跟我借钱 我就进房间拿给她了 你想到给她的时候 她嫌少 居然还抢 大家拉拉扯扯之间 我就一不小心 把她给推倒了 真是世风日下山心不顾 夫人对她这么好 她居然起了歹意 我马上打电话去寻补房 不用 要打我早就自己打了 我现在念在她 在咱们家里帮过佣 就姑且饶她一次吧 你现在 先把她弄到房里去 等她醒了再说吧 可是这 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是 夫人 来来来 累了吧 哎呀 哎 你可算是回来了 这个摊啊 这个摊啊 就我一个人没法弄 哎 秋香呢 秋香已有本事啊 嗯 我婆婆直接让她留在家里 跟她聊天了 不像我啊 刚进门就给撵出来了 哎 哎 这就怪了 你婆婆把你赶出来 去留下秋香 你说 你婆婆和秋香这个乡下老太婆 她能聊得一块儿去 哎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喂 你又来讨骂了是不是啊 你赶紧给我滚啊 不然 我拿油泼你信不信 哎 我是你这个好厉害的一张嘴啊 哎呀 刘爷 你怎么 哎呀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请坐请坐 请坐 我刚评了一桩事 路过 好好好 来 我去倒水 招呼好 果然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 紫云啊 你这个朋友 可真是伶牙俐齿啊 刘爷 您说的哪儿的话呀 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在外面没有两把刷子 那岂不是干等着被别人欺负吗 是吧 刘爷 喝水 您今天过来是专程来夸我们的吗 你怎么就请我喝水呢 你这里是买包子的吧 是啊 嗨 就怕我们的包子入不了您的口啊 您可是吃惯了山中海味的水 哎 什么叫入不了口啊 刘爷 您等一下 刘爷 我们的包子哪儿 比山珍海味 还好吃 您试试 怎么样好吃吗 嗯 好吃吗 好吃吗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那是 要是没两下子 谁敢来上海贪混呢 嗯 虽然我们做的是小本生意 但是 这叫本事啊 我这个包子是安徽特色 比起那上海的小笼包 更好吃 安徽特色 你是安徽人 是啊 我为啥也会人啊 真的啊 啊 哎呀 哎呀 老乡啊 哎呀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您是安徽哪儿的人呢 我是淮北的 我也是淮北人的 你没吃出这包子 是淮北的味道啊 是啊 我越吃越想家呀 哎呀哈哈 你想家了 那您随时来 随时来吃我们的包子 好 宋云 你的包子果然味道不错 你好好做你的包子 我会经常来吃的 行 好大方呀 这个出手 宋云 你这个老乡没白人 现在才知道啊 我只能关他一时 不能关他一世 这嘴巴长在他的身上 就算是没有罗牧正 他还是能跟书凡胡说八道 那里面不交 readers 脑梓 你脑梓 你这谁干什么 我全心能忘记 你一醒来就又說胡话 你想干什么呀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你那条手帕 八成是在我家里偷的 还好意思说呢 夫人 我不跟你闹了 我求你 你把那手帕还给我 我现在就离开这里 你这种穷人的把戏 我见多了 穷人要额钱 我真没想到 今天让我给遇上了 我更没想到的是 秋香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呢 那是真的 我小儿子从生出来 就被人抱走了 那是千真万确的呀 我 我 我斗不过你 我去告官 告官 去呀 去呀 你有人账物账吗 还有 你有钱打官司吗 对了 我差点忘了 你不是有一个 很有钱的干女儿 谢家音吗 对呀 去找她帮忙啊 去呀 我现在 一时半会儿的 联系不证佳音 连你干女儿都不认你了 你也确实挺可怜的 念在你跟我两个儿子 薄有渊源的面上 我可不像你 翻脸不认人 这样吧 我帮你留意着谢家音的消息 只要一联系到她 我就马上让她过来接你 你觉得好吗 我知道你 日夜思念着你的儿子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而打我儿子的主意吧 我知道 我现在讲任何话 你都不会相信的 可是舒涵的话 你总该信吧 他这个礼拜就会回来 只要他一回来 我就让他来见你 让你问个明白 这样你总该满意了吧 夫人 你收了我的手帕 现在又让我住在这里等舒涵回来 我不知道 你在盘算什么呀 我在盘算什么 我该问你在盘算什么才对呀 真是的 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让春秀给你做点吃的 只要舒涵一回来 我就带她来见你 夫人 夫人 你别走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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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这门哪 夫人 别 别走啊 夫人 夫人 你开开门哪 他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夫人 吃饭了 你给秋香送饭了吗 我送了 可是他都不吃 一直追问着二少爷回来了没有 由他去吧 哦 对了 你记得 进厨房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 那门锁好了没有 可夫人 为什么把秋香锁起来呢 他在咱们他偷过东西呀 当然要把他锁起来了 要不然 他要再偷第二次怎么办 那就叫寻补来就好了 把他带走 我自有打算 要你多嘴 哈哈 你想 técnica 谷 老大 龙氏 わひ 老家 二 restrictions 看 百合 preparedness 行了行了 我明天自己去就好了 这东西真难闻 拿走拿走 恶心死了 这还要等多久啊 春秋又不知轻重 万一让秋香两句好话一说 把她给放了 该怎么办呢 这是要的啊 谢谢 伙计 这还要等多久啊 我有急事不能再等了 就随便抓点药给我吧 你还是等等吧 总得等大夫把外卖之后 才好给你抓药啊 这大夫还在看病呢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就随便抓点止醋的药 给我就好嘞 对不起 我是个伙计 我也不敢啊 夫人 夫人 这位太太 半夏却能止度 可如果使用不大 嗓子和嘴里要起泡 嗓子和舌头要发麻 你卖就卖 不卖就不卖 讲那么多干什么 我是怕万一您吃多了 变成哑巴 到时候找我算账啊 你说什么 你说吃这玩意儿 吃多了会变眼吗 药能治病 也能咬命 您千万记住了 要按我的方法去吃 好了好了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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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放我出去吧 就算你要出去要走 也得吃饱了 有力气才能走嘛 春兄 一会儿过来收碗 好的 给 是 夫人 把门给带好啊 是 夫人 我搞不懂了 你一会儿把我关在这里 一会儿又对我这么好 毕竟我们相识一场 你又在我们家里做过帮拥 而且 跟我那两个儿子又那么有缘 我总不好亏待了你吧 好了 来吧 吃吧 怎么了 你不敢吃是吧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怕我 会毒害你是不是 这也难怪 我早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没看见吗 我弄了两碗面 我来陪你一起吃 来 吃吧 吃吧 这面泡胀了就不好吃了 真好吃 快吃啊 来 我更吃了 吃吧 没有 我要吃了 不要按了 我的发生 这别怕我 我 当然 看我 救我 如果你 嗓子 嗓子好辣 怎么了 好辣 这汤不辣呀 嗓子好辣 秋香 你这是怎么了 秋香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想说话呀 你是不是说不出话来呀 春秀 哎呀 你快来呀 秋香 你怎么回事呀 他是不是吃过什么东西中毒了 怎么可能 我们俩一起吃的面呢 我没事 他就这样了 我这就去给他找大夫去 哎呀 这可不行 你现在去找大夫 万一让寻补房二人知道 肯定以为我家害他 那我可是要被抓去坐牢的 哎呀 再说了 这面可是你吓的 要追究起来 你也脱不了干系的 那 那怎么办啊 夫人 我在想法子呢 有这样 就让他先在这里 安静地歇入房 到明镜等他 缓解一点 再给他找大夫吧 哎呀 不行 万一书寒回来 这可不好交代呀 二少爷是不会怀疑夫人您的 哎呀 这可说不好 这个儿子从来都跟我不是一条心的 这样子 你把他关到柴房去 舒寒是不会去那里的 关到柴房 对呀 难道你有更好的法子吗 没有 二少爷是不会去那种地方的 不会不是的 好啊 淳秀 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 是我能相信能依靠的 你可要跟我一条心啊 要过谁抱我呀 夫人您放心 我这就扶他去柴房 舒寒 你是我呢 舒凯 我才是我也 你是我的 我养育了你 那么多年 是 ショ凯的那个 你 亡IN 他们真是 也真大 许凯 刚开始战 进函儿子 我才 tener前面啊 舒凯 舒凯 原来是在做梦啊 好 谢谢 好 好 好 两个是吧 啥 你拿着啊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两个是吧 啥 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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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 快走开 手摊 小酷崽子 你怎么总来找姑奶奶我的麻烦呢 我今天我就跟你拼命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不是跟你这母老虎吵架的 我们大哥说了 叫你们俩过去他 等一下等一下 刘爷叫我们过去什么事啊 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他又没跟我说 反正就叫我们带着你走啊 欠债人是我的事情 跟他没关系 我可以跟你走 但是他不能 大哥不少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大哥说什么 我们做什么 赶紧走 周公啊 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进来啊 进来啊 爷 嗯 人到了啊 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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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你特意让小歪把我们带过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啊 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好啊 这儿相当宽敞 好大 好大 这是个闹事接口 我打算把这个铺子盘下来 在这儿做点小买卖 生意一定红火 你们觉得呢 好 刘爷 您 您 正会做生意 是是是 厉害 刘爷 你 找我们过来 不会就是让我们帮你看空房吧 你泡泡这个月的利息 还没交呢 我知道 我算着时间呢 我卖包子还能挣钱 您放心 我到时候会有一分不少的都还给您的 就凭你这点小钱还到何年何月呀 我 我们大哥呀 把这个店给盘下来了 日后想在这儿开一个包子铺 包子铺 把你们那个包子摊 从今往后就搬到这儿来 好好地做 你们怎么经营怎么布置 我不管 但是你婆婆的利息房租 要按月按时地交 怎么样 好啊 刘爷 您说的这是真的吗 您真是个爽快人 你不再骂我了 哪敢 刘爷 谢谢您 您放心 这儿的房租利息 我一定准时交 这我们后 您就是这儿的大老板 您什么时候来 带多少人吃多少包子 一概都给您免费 我肯定会赚钱的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先走了 刘爷 走好 走好 您们走 成了 你看 这才叫做生意 懂吗 我已经想好了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赶紧去找些便宜的桌椅板凳 把这个店面给它好好的布置起来 还有要列一个特别的好吃的菜谱 菜谱 就是把好吃的特别的都列在上面 那就叫菜谱 明白吗 你想啊 客人进到我们店里面 除了吃包子 还能吃到好吃的菜 生意肯定火了 太棒了 宋云娜 你说的可是头头是道 你真是一个当女老板的料 我杨宋云 是有头脑的人 你想不想也当一回老板呢 我 当然想了 什么 钱呢 你想当老板 你们投资怎么行 行 我冲花也尝尝当老板的滋味 你 幸空 你 你 不是 我 你 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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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那儿吧 那儿吧 优点点 别累着啊 没事 哎呀 鼓起零双双 把家换 你不爱你 哎呀 记住 一定要看紧点 哦 去吧 行 好的 娘 娘 哎呀 你又来干什么 我当老板了 那个刘也给我盘了一间铺子 让我开了杨记包子铺 明天开张您去一趟呗 你说什么 那个流氓黑帮头子刘也给你盘店开包子铺 谁相信呢 不可能 真的 好 那你告诉我 哎呀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给你盘一家店开什么包子铺啊 快说 你跟他有什么不行不住 哎呀 娘 我跟他是清白的 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哎呀 我跟他是同乡嘛 他就出手相助啊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我这样问你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 娘 他给我盘下铺子是有条件的 您欠他的本金利息都得扣除 不是白给的 按你这么说 他以后 不会再来找我们麻烦了 明天开张您就去一趟呗 娘 不去 娘 人多闹心的地方我头疼 哎呀娘 人不多 就那几个街坊邻居 我说不去就不去 去去去 去忙你的包子铺去 求香仪总可以去吧 哎 求香仪是不是在您这儿啊 你怎么突然之间 问起那个人来了 好几天了 他没在我那儿 肯定在您这儿 让他明天去呗 哎呀 那个人神神叨叨的 一阵风来又一阵风去的 我哪儿知道他在哪儿啊 哎 那他走前没有跟您说 谢家印的地址吗 没有啊 难道他告诉你了吗 没有啊 那不就结了吗 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 走走走走走 我烦死我 我夫人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儿 我的声音 怎么会变哑了呢 秋香 秋香 别吵了 你这样吵也是没有用的呀 你安静点 安静点 安静一点 你给我安静点 你想干什么 你以为这样大吵大闹 你就可以出去了吗 你这样出去 只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个发神经的人 精神病院马上抓你进去 你愿意吗 夫人 你这样老是关着她 也不是办法呀 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有更好的法子吗 她要是这样出去 真的让她在大街上发神经啊 夫人 你怎么了 最近身子老是难受 还要操这些心 真是要命 扶我回房间 我该怎么办 淑涵 你到底回来了没有啊 你在那里上 背的人 翅上个星期就已经警告过你 你的手腕需要休息 尤其使用不当 这里的肌肉群组织和韧带 都受到了影响 大夫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现在你的手腕需要固定 记住 千万不要再逞强了 护士 带他出去固定 请跟我来 手怎么样啊 书涵 我给你机会 你却把手给弄伤了 看来画展必须怨弃了 你把整个计划都给打乱了 对不起啊 书涵 你是个画家 手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以后千万要小心哪 不错啊 不错啊 来 接你节目 我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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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那我接吧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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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了啊 大家安静了 听朋好友 孤老乡亲 欢迎大家会顾捧场 今天新店开张 这店是我的买卖 老板是杨素云 既然是一介女流 可不比爷们上 好 好 好 我就是杨素云 我呢 也不大会说话 总之呢 今天新店开张 大吉利市 要吃包子 买一送一 大家现在进去吧 好 谢谢啊 来来来来 这边请 来来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刘远 还是您面子大 还有这么多人 谢谢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精念荡荡 你们俩今后 就在这儿 帮杨老板的忙 怎么样啊 我觉得行啊 可是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行 我们就要在这儿吧 那行吧 那现在就开始吧 进去 帮忙吧 快去帮忙啊 刘远 你里边请 来 去吧 去吧 到家了 高医生 行李在后面 好的 来 来 来 寶弟 慢点啊 高先生 您这是去哪儿了 去了一趟香港 这位 这位是高太太吧 那个 孩子要睡觉 我们先进去了 是是是 您忙您忙 来玩啊 好好好 到家了 回家了 抱歉啊 哎呀 回家真好 回家真好 哎呀 好开心哪 我说你刚才也真是的 那吴太太说我是你太太 你干嘛不解释啊 会误会的 是你自己跟她说的 回家了 哎呀 吴太太是个长舌妇 是不是 你和她解释来解释去 解释得清楚吗 我不想让她闲言碎语传闲话 我这次回来之后呢 帮你找房子 找到合适的房子 我帮你搬 行不行啊 嗯 谢谢高叔叔 谢谢高叔叔 嗯 过来 那人跟你真亲呢 哎 小姐 高先生你回来了 哎 小翠 我跟娘有没有回来啊 有回来过 可是回来没住两天 说有急事就出去了 我拦也拦不住 鼻子 这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嘿嘿 这多急的事 怎么不等我们回来 她就走了呢 许氏老家的人 托她办什么事呗 小姐 您就别多想了 秋香姨一办完事啊 马上就回来 她才舍不得小少爷呢 也对 小翠啊 去做点吃的吧 宝弟饿了 我也饿了 我也饿了 宝弟的心脏病全好啦 这次你出了钱 又出了力 还出了人一路陪着我们 我又欠你一次 好多心 好多心啊 好多心啊 来 宝弟让我亲一下 妈妈 嗯 好 猪这帽 猪这帽是谁啊 哦 一个刀塘字画的 倒进倒出赚点钱 明天她开了个画展 要不我们一块去 好 来 里边 楼珠 小高 欢迎欢迎啊 这位是嫂 我姓谢 叫我谢小姐就好了 你好你好 谢小姐能是我一个朋友 小高 你总是有办法 我们进去随便看看 好好好 请进请进 贼 里面请 这么大一个画廊 这么多画 你一眼就被这幅画吸引 我还以为是哪个大画家画的 原来是 唐叔寒 虽然他不是什么大画家 但是如果他画得不好 我想朱先生也不会买来收藏的 对吗 是 贤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这老师买下来送给你 你何必为我花这个钱呢 只要你喜欢就好 唐叔寒应该就在附近的画廊里画画 要不然能去看看一眼 我不去了 我在这里等你 我听说 我的那幅生活被高雄拍下了 谢谢高雄支持啊 好说好说啊 对了 我特别喜欢你画的那幅画 听说唐叔马上就要开画展了 这不是用手不方便吗 短期之内不方便画画 估计画展要延期了 你看您的手不方便 那生活诸事也不变了 没办法 对了 唐先生谁加小来南京了吗 我这次来南京一切都还不稳定 所以我暂时还是把他们留在上海 我一直都没问 你有孩子吗 一男一女 高雄还没有结婚吧 眼光高 不是我眼光高 是我正在追求的那位女士她眼光高 什么时候结婚啊 年底吧 对了 唐兄 我办喜事的时候 你可得陪着家小 一块来吃个喜酒 一定 一定一定 唐医生 不用送来 谢谢你啊高雄 好 我休息 常来啊 好 快送来 好 她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她右手受伤了 所以最近不能做话了 受伤了 怎么会的 严重吗 我去关心一下朋友吧 你刚刚这么看着我 要不是你说她跟你王妇有点交情 我还真不得吃醋 别让我先开心好不好 真是的 好 开车吧 好 很胃口吗 挺好吃的 站住 站住 走 走 站住 走 快点 你不小心 滚 走 快点 你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走 走 好了 你走 你快点 走 小心 没事 你说出去吃顿饭就变成这样 世事难预料 什么难预料啊 谁让你逞英雄的 你就是我温柔的附和 好肉麻啊你 简易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一辈子都照顾你和宝弟 一辈子 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行不行 这么说你愿意考虑了 你一直对我们母子俩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小心伤口 干嘛呀 这些房子呢都是我炒股票赚钱赚的 有点对不起啊 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它过货给你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干嘛要这么做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我妈都不要我了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一直孤苦伶仃的 在这个世上无依无靠 自从你和宝弟到了这个家里 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我很温暖 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好吗 我可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个 收回去吧 你听我说 宝弟现在今天长大了 什么都需要用钱 就当我给宝弟的 我不喜欢这样 感情是感情 钱是钱 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好不好 如果说你不收回对不起 我马上就搬出去 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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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回 我收回行吗 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子了 好 如果真的再这样 我会生气 好 疼吗 没有 好 你确定 这就是谢家音在南京的地址 不会错 是我认识的一位 黄老板送过来的 您放心吧 没讲到你这个人 平常办头办脑死脑筋 这件事情 倒办得不错 娘 我有很多优点的 只是啊 这回去南京 让我自己去的话 肯定说服不了谢家音 还是得请您出马 和我一起去南京 我 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您就别考虑了 到时候啊 我们一起去南京 然后 我就等在谢家音家外头 万一有什么事情 我还有个照应啊 我说你什么才好 你这个江湖脑袋又来了 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去打仗啊 什么照应不照应的 你呀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你帮去了 娘 我什么都听您的 但这一回我绝对不能听您的 我要去南京 而且我还要带着婷婷去 我现在把婷婷带回去 娘 这个还是放在我这儿安全 喂 喂 这次去南京 是个好机会 不要试探一下 佳音对舒寒的态度 这个杨素云 就是一块绊脚石 到了南京 我一定要想法 拜托她 妈 我来帮你吧 好啊 一二三 洗 哎哟 好嘞 掉个个儿啊 我的手好疼啊 哎 坐下这儿妈看一下 嗯 手怎么都肿了呀 我也不知道手怎么就肿了 怎么能烫啊 哎呀 你发烧了婷婷 没关系的 我 我明天还要去南京找爸爸呢 哎呀 别再说什么找爸爸的事了 快躺下 妈妈去给你弄点水来啊 嗯 给你弄个毛巾敷一下 来来来 躺下啊 嗯 别动 嗯 秋香啊 秋香 吃早饭吧 多少都吃一点吧 怎么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呢 嗯 哎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居然想逃走 我警告你 休想 你是逃不出去的 你记住 这几天我不在家 你一定要好好帮我看准你 千万不能够 让任何人接近这个柴房看到的 知道吗 嗯 知道了夫人 嗯 我来 的 你 娘 娘 娘 在那儿 在那儿 我一块儿就出来 我最烦就是等人了 人家要开车了 糟了 糟了 慢慢讲 慢慢讲 干什么呀 心急火燎的 婷婷现在 被婿子他们送去医院了 她生病了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南京了 这么严重啊 那当然是婷婷的身体要紧了 你赶紧回医院去照顾婷婷吧 那你一路上多加小心啊 你一定要把小婷带回来 放心吧 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赶紧回去照顾婷婷 去吧去吧 那我去医院了 去吧去吧 好 您路上 多加小心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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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很稳 这块绊脚石 终于成掉了 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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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来了 噓 我给你带着点热包子 趁热吃热 谢谢 谢谢 听听怎么样了 没事了 烧退了 就是海滩睡 哎呀 这孩子身体太弱了 都赖我 我不中用 他跟着我 从来没想过一天的福 坚持苦了 素颜 你不能把所有的所都往自己身上拦 事到如今 难道唐初汉和他娘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这也不关他们的事啊 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我就不知道娘去了南京 跟谢老板说通了没有 苏云 这个咱们不急 如果她说不通 咱们亲自去 反正现在有地址了 哦 哎 谢谢你啊 哎呀 跟我客气什么 哎 哎 对了 那店里的事情怎么样啊 啊 你就放心吧 春花他们能应付得来 哎 哎 家音 早 早 我一直等着你 就怕你睡过了 别污了火车 哎呀 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东奔西跑的 昨天晚上一头栽下去啊 我就 就马上睡着了 你当然会累了 投资又废脑子 现在你还要照顾我跟宝弟 还要一直东奔西跑的 我可担心你了 人不是铁打的 注意身体知道吗 知道了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对了 早上小菜帮你切了西洋生片 放在你箱子里了 记得累的时候要泡水喝 千万别忘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对你好点不行啊 好 我觉得你这么关心我 我真是很温暖 我不想走了 什么叫不想走了 我又误了火车的 快走吧 不 我走了 走吧 我送你去火车站好不好 路 我送你吗 不 我送你去吗 走吧 快走吧 你白请 请坐请坐 来一龙鲤裁包子 春花 再来两龙三鲜包子 马上就好 我的包子快点啊 快点 对不起对不起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春花包子呢 你让他们等会吧 你看我这一个人 有没有三头六臂 春花鲤 再来两楼巨台包子 素云 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我看我还是猛死算了吧 不做生意啦 干个肠眉苦脸坐在这儿 我就不放心你们做事 所以回来看一看 素云啊 你怎么算是回来了 怎么一会客人又要来了 我这一个人 我根本忙不过来啊我 是啊 素云姐 是啊 素云姐 春花姐从早上就一直忙到现在 就没停过 就是啊 我跟小当啊 都忙得腰酸背痛的 辛苦了啊 这 素云 我说你家里这么多的事 这店你到底还管不管呢 就是啊 我自己的店我能不管吗 可是你也知道婷婷在医院 我得照顾她呀 可是客人都喜欢吃你做的包子呀 素云姐 是啊 就是啊 素云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包包子又不是我的强项 今天客人嫌我包的包子 不是太咸就是太淡 我这心机蛮慌的 我差点就把醋当成酱油 放进那个馅儿里了 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店才刚刚开张啊 我们根本少不了你 哎呦 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你还是回来吧 我想回 可 可婷婷怎么办呀 哎呀 这样 我跟小当轮流去看护婷婷 这少了一个跑腿的倒没什么 可你这大厨真少不得 是啊 素云姐 我觉得这倒是个办法 好好好 先这样吧 今天店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那婷婷 麻烦你去看一下 行 对 赶紧准备准备吧 一会客人就来了 好嘞 你说这顺子啊 哎呦 我还问他店里情况怎么样 他跟我说好好的 竟不跟我说实话 真是的 给 谢谢啊 谢谢啊 谢佳音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确实不简单 来啦 您好 请问您找谁 地方还不错 你是谢佳音的下人吧 对 我叫小翠 跟小姐好久了 小翠姐姐 这孩子 这是我们小姐的孩子 叫宝弟 宝弟 是 宝弟 叫奶奶 叫奶奶啊 奶奶 您是哪儿的奶奶啊 我是哪儿的奶奶 我就是她的奶奶啊 还有几个奶奶 这孩子的奶奶是秋香啊 秋香 他有什么资格 当我孙子的奶奶啊 别啰嗦了 来 宝弟 宝弟叫奶奶 莫莲 对不起 小姐交代过 不可以随便让陌生人抱她的 什么陌生人哪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就是这个孩子的奶奶 这个孩子 是你们小姐抱养回来的吧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不好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的 那你们小姐呢 小姐有事出去了 要过会儿才回来呢 宝弟呀 过来 到奶奶这儿来 奶奶 哎呦 乖乖乖 奶奶 瞧这小字甜的 小姐 宝弟 到妈妈这儿来 妈妈 您是哪位啊 看来这位一定是谢家音小姐了 我是 您是 我是唐书涵的母亲 唐夫人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 那可真是费了很大的劲 才打听到你在这儿的 您来想干什么 你别担心 我不是来跟你抢孩子的 那你有何贵干 难不成头一回见面 你就用这种待客之道吗 是我太失礼了 金 小翠 你先下去吧 我自己来 是 唐夫人 您请 谢谢 谢小姐 不单是模样长得标致 还知书达理懂进退 要是我们家淑涵 跟你早点结缘就好了 你救了我的孙子 是我们唐家的大恩人 以前啊 我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要不然 要不然 我一早就来谢谢你了 伯母 您别这么说 我担不起 你要不介意 我就叫你佳音吧 其实来之前 我都了解清楚了 你眼光又高 又有文化 原来还有个未婚夫 只可惜 早死了 后来移情我们家淑涵 这个我说得没错吧 你多次帮助淑涵 不计回报 我这个做娘的 真的应该代她 好好地谢谢你 您真的言重了 其实我没做什么 你在我跟前也没必要 不好意思羞涩什么 以你的条件 能看得上我们淑涵 那是我们淑涵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有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啊 淑涵呢 她是有老婆的 可是你看看她那个老婆 一个乡下人 大字都不认识一个 怎么能配得上我们淑涵呢 哪像你啊 你跟淑涵 才是郎才女貌 门当户对的 唐夫人 我不知道 您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对我说这些话 我没有其他的奢望 只要你们唐家 不要再跟我争宝地 我就很感激你们了 瞧瞧 你误解我了不是 我怎么会是来跟你 抢宝地的呢 要我说呀 这生儿 不如养儿的恩情大 养一个孩子 真是不容易啊 更何况 养的还是一个有病的孩子 你养了宝地这么多年 就是我们唐家的大恩人 你就是孩子她娘 说到哪儿 你都是站得住脚 站得住里的 您真的这么想 当然 舒寒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她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其实啊 舒寒心里真正喜欢的 是你 根本不是那个杨素云 你看看 素云跟舒寒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 舒寒也离开上海来南京 发展了不是 这素云啊 一天到晚在外面 不知道认识了一些什么人 不三不四的 你看 让她害得 舒寒的手都被打伤了 连画笔都拿不起来 原来舒寒的手受伤 是因为素云姐 难怪那天我去画廊的时候 看到她包着手 你看看 你还是一直这样默默地 关心着舒寒 是不是 佳音 我这次来 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知道这么说 也许 会很唐突很冒昧 虽说现在是民国了 不流行三妻四妾 可是取晓呢 还是有的 我知道 这样对你来讲 是很委屈 可是 你是爱着舒寒的 舒寒也喜欢你 你跟素云 二女共事一夫 这也未尝 不是一个 两全其美的好方法 你可愿意 做我们唐家的媳妇 芷月 我发过誓 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可是我看到舒寒那张 和你又不一样的脸时 我真的心动了 请 里边请 里边请 戴墨镜的 来了 来 两个包子 来 两个肉包 来了 蘿蔔糕 戴上墨镜就不认识我了 宋云 你什么时候回上海来的呀 不是 先听我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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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我是老板 现在 可以啊 你现在 宋云 你婆婆不反对你出来工作了 不反对 我开这个铺都是为了她 我那个婆婆呀 前段时间借了高利贷 拿去炒股票 结果呢 股票赔了 现在那追债公司的人呢 像疯狗一样 天天追债像追命 不说这个了 尝尝我的包子 走 不不不 你听我说 那个 我跟你婆婆之间呢 有点误会 到时候让她撞见了 撞不见 对 我的婆婆现在不在上海 她去南京了 走吧 不 你婆婆去南京了 去南京干什么 找人呢 真的 我在南京认识的人比较多 我可以帮个忙 真的 真的 你南京很熟啊 那你帮我们 算了 反正现在已经找到 谢佳音的地址 就不用麻烦你了 谢佳 谢佳音 你认识啊 我 我只是听到过这个名字 不是 你们跟谢佳音什么关系啊 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是因为我男人才认识她的 你男人 我男人 现在在南京画廊当经理啊 画家唐书涵 不不 这么说唐书涵是唐夫人的儿子 你认识人那么多 你听到别人怎么说的 是不是说我男人画画 画得特别好啊 没有没有 我只是听谢佳音提到过唐书涵的名字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不认识谢佳音吗 是 我是说过我不认识谢佳音 真的 是这么回事 我以前做过记者的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我呢 教友比较广泛 我在映州的场合上见过谢佳音 然后谢佳音跟我提到过唐书涵 对了 我还有点事 要不然我们改天再聊吧 你不是包子了 包子 改天我过来捧场行吗 行 等一下 每天 叫着你的朋友 一起来吃我的包子 一定捧场 恐怕要坏事了 我得滚蛋机一套 我还不是不放心你 所以才来的 还不许我来看你啊 许 您来我当然高兴了 对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 没事 真的 我好得很 你不是说 要弄个什么画展吗 准备得怎么样了 延期了 延期了 你看看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那个素云就是个造靶星 你挨着他准没什么好事 把你弄成这样 你还偏不爱听 娘 好不容易来一趟 咱说点高兴的事 我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想吃啥 我来安排 我呀早就安排好了 在续香园订了个包间 就两个人您还订包间 您够阔气的 因为不止咱们俩 还有个贵客 高先生您回来了 谢谢 您不是要在上海 多带点时间吗 计划临时有变 对了 小姐呢 有人啊 请小姐去去香园吃午饭了 是谁啊 宝爹的奶奶 秋香啊 不是秋香奶奶 是宝爹的亲奶奶 是一位姓唐的夫人 是谁啊 是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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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带来 是哪儿 好 笑我一跳 二位老板 眼镜摘了 眼镜摘喽 小样啊 嘴皮子也溜 说的天花乱坠 宽我们投资 我们投了 钱呢 钱全泡大海里了 可你小子连句话都没有 你跑没影呢 你自己说吧 怎么教的呀 我出去了这么一会儿 你们俩聊得怎么样了 淑涵 嘉音这些年来 为你做的也够多够多的了 你看看 你把人家的青春都给耽误了 到现在他还是截然一身 你可以装容作哑 不闻不问 可是我这个做长辈的 却不能袖手旁观 那么好 我来做主 委屈嘉音 当我们唐家的媳妇 那怎么行 有什么不行的 淑涵 你是前辈子烧了高香了 你这辈子能修到 嘉音这么好的女人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她还愿意做小 你还想怎么样啊 娘您真会开玩笑 就这种事 我就是答应了 恰意也不答应 是吧 我不同意 素云那边说不过去 素云 素云 就知道素云 她这阵子闹得还不够吗 做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差点没让你戴上绿帽子 你都忘了吗 我没让你修了她 她就该谢天谢地 算给足她面子了 她还想怎么样 总之 我的孙子说什么 也不能够没有父亲 大从你小时候 就受尽了没有父亲的苦 难道你愿意 你儿子跟你一样吗 不行 这事来得太突然 我得想想 想什么想 嘉宜哪一点配不上你 伯母你不要再勉强她了 舒汗她不愿意没关系 我走就是了 嘉宜 这算什么 这样我不是耽误了你吗 再说了 我不能对不起苏云 我算挺明白的 这一切问题 都出在杨素云身上 行 我有办法会让她点头的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嘉宁 孩子得认祖归宗 随唐姓 这不行 嘉宁 舒汗是她父亲 这名正言顺实至名归啊 哪有孩子不跟父亲的 这合理吗 嘉宁 这孩子要不要认祖归宗随父姓 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再给我回复也不迟 二位老板 都是有身份的人 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了 这个投资啊 这本身就有风险的 我也亏钱了 我也亏得一分都不剩 就现在你们把我杀了 我也拿不出钱来赔你们啊 没钱了 老大 干脆别跟她啰嗦 直接把她压回去 让她把钱呢 房产呢 都吐出来 实在不行 一万块钱剁她一根手指头 整此算完 里面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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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快走 娘 你是怎么想把安排这一切的 那可要多谢你那位媳妇了 如果你那个媳妇儿会做人一点 我还至于要窜躲着为你娶小吗 这是其一 其二 唐家不能无后 我实在是太想我的小贱了 除了这样 我也没辙呀 那您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您不能说事先什么都安排好了 然后再逼我点头是吧 哎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啊 你在质问我吗 我做任何事情要给你报告吗 真是开玩笑 再说 你喜欢佳音 我早就知道 是你不敢开口 佳音也喜欢你 可是她也不敢明说 是我 把你们俩撮合在一起 我做了这么好的事情 你不感谢我 还怪我 这是我这个做娘的用心良苦啊 你懂不懂 谁喜欢佳音 再说 人不能忘本 所谓糟糠之气不下唐 所以如果我苦这么久了 我绝对不能对不起她了 你还想着那个女人 再说 她跟那个老弄堂里的顺子 还有那个流氓头子刘爷 都不清不楚吧 这不 这阵子 那个姓刘的 给她盘了好大的一个铺子 让她做生意 那得多大的交情啊 我没让你休了她 已经给足她面子了 淑海 你是前辈子烧了高香了 你这辈子能修到佳音这么好的女人 知书达理善解仁义 她还愿意做小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就是有温柔的福贺 好热麻啊你 能不能帮你 让我一辈子的照顾你和宝帝 你在哪里 你才肯定有什么理由 你才肯定都得了 你还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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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ve you 你到底还不还钱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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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上了 听说你小子这张小白脸 还骗过不少女人呢 你能讨她们欢心是吧 这是我本职啊 当心满情乱的 老大 甭跟她啰嗦 兄弟们 坐了她 别别别 真没钱 真没钱 没钱有房子也行 我们拿房子 你们先去查清楚 我目光没钱 我宁夏也没房产了 什么 这小子搓手了 高丽博 是不是 你说老大 你看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您放我一马 只要我高丽博出去 我赚了钱 我一定还给你 但是我现在真没钱 我也没房子 我赔得比您还惨的 我真没钱了 你小子还敢夸我们 我现在就崩了你啊 别别 兄弟们的钱 是刀口鲜血挣来的 你没钱 我就要你的命 别别 老大 别浪费子弹 老大 老大 你砸了 好 大哥 全门大街的厂子被人砸了 好 这小子留了以后再审 看紧了 不听话就给我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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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给我乖乖待着 不然老子已经蹦了你 家一和家一 我后半生的残忆可不够托给你了 你可千万别跟陈满青谈到我 万一让你知道 我跟陈万青的那一段 我可真算完了 丽博 你一夜没有现身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会来 让我更容易做出决定 你对我好 我点滴记在心里 但是请原谅一个母亲的自私 未然保定 我只好辜负你了 妈妈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妈妈带你去见爸爸 好不好 好 走吧 上车 家义 谢谢你让宝弟 随我们唐家的心 其实我昨晚一夜没合眼 种种情况我都想过了 我别无选择不是吗 我只是想给宝弟一个家 一个爸爸 这样对大家来说多好 委屈你了 我没事 只是委屈了宋宁姐 宝弟赢了 哎 让我们看看妈妈在哪里 啊 在哪里 跟妈妈玩 嗯 妈妈 宝弟 宝弟我们去玩好不好 跟妈妈玩好吗 去玩去 走吧 走 走 抓到你了 好 舒寒早该配佳音了 那个杨素云 根本配不上我们舒寒 找爸爸 来来来 大家准备好了吗 来 拍照了啊 来小朋友 来 往前一点 来 往前一下 来 笑一下 三 二 一 来 三 二 一 好嘞 下面我们准备第二点了啊 来来来来 这幅属于我们唐家的全家幅 再加上谁都是多余的 紫云 秋香 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去救 不过是 老公任公司的style 你把他给你看起来 你把他还给我 新疆因子的 那还不给呀 那还不给呀 老公啊 老公啊 老公你怎么把他 실捏了 哦 呀 有了 那还没过来 留哎呀 不成功啊 你把他还给我 早晚是個壞人 可別周回孫子 卻失去了兒子 得想辦法 先處理掉秋香才行 秋香 吃飯了 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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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吩咐你的 給我看看人都看不好 這麼點事都辦不成 我留你幹什麼 夫人 我出去追不上他 可是又怕出事 我跟你說 秋香出去不闖禍也罷 要是他在外面胡言亂語 傳到我耳朵裡 我萬萬留不得你 夫人 夫人 求求你了 淳秀跟你這麼多年 你不要趕淳秀走啊 好吧 這次我就姑且饒你一次 起來吧 謝夫人 下去 忙你的事去 是 一個不認識字的雅巴 血流不會血 輸又不能輸 又沒有證據 他還能幫我怎麼樣 不過 我也不能掉一青心 得先想好對策才行 蘇芸 蘇芸 老公呢 蘇芸 蘇芸 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秋香 一下子也沒說話 變成啞巴了 變成啞巴 不會說話 朱香儀 你別急你別急 先坐起來 快進來 坐 你吃了東西 你說呀 怎麼回事你別著急呀你 誰給你吃了東西 怎麼為他這樣呢 你別急啊 你可能是 嗓子是不是上火了 你不是上火 你就更不能著急了 我哭了 我去找醫生 給你看一下啊 你先在這兒住下來 好不好 別哭了 別激動啊 怎麼會這樣啊 淳秀 你要醒了嗎 二少奶奶 夫人還沒有醒 坐車坐累了 那我去看看 二少奶奶 你還是別去吧 等她醒了再說吧 沒事 我會悄悄的 要是她沒急啊 我就走了 我去看看 沒事沒事 你別管我 你去忙你的啊 你啊 怎麼樣 累了吧這次 哎呀 我跟你說過多少遍了 進人家房間 要懂得敲門 一大早又來幹什麼 我還能幹什麼呀 不就是想問問您 怎麼樣您在南京 看到那個謝家英了嗎 您怎麼跟她說的 她呀 我去南京的時候 她還在香港呢 謝家英還在香港 娘 您是不是被騙了呀 那謝家英怎麼可能 去了那麼長時間 還沒回來 我是誰呀 她敢騙我 謝家英的確還在香港 有什麼好多心的 您就沒想想 那謝家英帶著小劍 去了香港那麼長時間 她會不會 一直不把小劍帶回來呀 那舒涵是怎麼說的呀 這件事 你還敢提舒涵 你知不知道 你害得舒涵有多慘 她現在的手更嚴重了 拿不起畫筆了 她那個畫展還能不能開 都成問題了 那個畫廊的老闆 又多不高興啊 舒涵心情已經壞到幾點了 唉 我哪還敢 跟她再提孩子的事情啊 不過呢 關於你唱春緣的事情 我倒是在舒涵面前 說了你不少好話 所以呢 她對你的氣已經消了一大半了 真的 那您是說舒涵不省我的氣了 謝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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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省氣就好 不省氣就好 夫人 吃早飯了 來 二少奶奶 你又不長記性 這應該誰做的 我有記性你啊 我差點忘了要跟您說的事了 您知道邱香儀怎麼了 邱香儀現在變哑巴了 她變哑巴了 你怎麼知道的 你也知道了 哦 不是 我不是剛剛聽你講的嗎 是 好端端的一個人 怎麼突然之間變哑巴了呀 是啊是啊 那天我送她出門的時候 她還有說回見呢 那 那天邱香儀走的時候 還沒變哑巴呢 哎 娘 那邱香儀說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說 她跟您說 她跟您說什麼了 哎呀 那個瘋女人 老是牢牢叨叨叨的 她說的呀 都是廢話 我那記得住 我記不住 您不知道娘 現在邱香儀挺可憐的 她也沒地方去 現在跟我住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能把她給治好 您說 會不會有人故意要害她呀 哎呀 閒事莫理 你管人家那麼多閒事幹什麼 哎對了 那天你本來要跟我一起去南京的 後來你突然說 因為婷婷發燒病了去不了 是啊 婷婷現在怎麼樣了 婷婷現在好了呢 她現在已經開始上學了 哎呀 那天把我給嚇的呀 真是 不過大夫說了也是老毛病 現在真沒事了 嗯 那就好 娘 您現在不噁心了 胃口挺好的 哎 夫人 哎呀 哎 哎 哎 夫人 你不說還好 你說呀 嗯 我又難過了 那娘你 你歇會兒 春秀 你好臭 娘 我先走了啊 哎 哎 哎 原來那個女人 在你那兒啊 哎 哎 等等 幹嗎呀 找誰啊 我們是來找二少奶奶的 二少奶奶 哎 這都撩出來了 還二少奶奶呢 虛偽不虛偽呀 那我們找秋香總可以吧 秋香病了 什麼 病了 就是因為她病了 我才要來看她嘛 萬一她病的狀況嚴重了 我好帶她去醫院呢 懶得離你 哼 哎 這不秋香嗎 哎 走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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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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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不認識 人命關天 還是救人要緊 趕緊送醫院吧 哦 對送醫院 我去叫車 哎 讓一下 哎呀 好新人 哎呀 好新人 哎呀 哎呀 大夫 她傷得怎麼樣啊 病人她的腦部受到重瘡 等清醒之後治療好了再說吧 啊 那 那 那她還能治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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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夫人 該怎麼辦啊 這大夫 又沒說她一定不會醒 咱們 還真不能不管她 可是 多管多麻煩啊 你還怕麻煩呢 萬一 我說萬一啊 這萬一 萬一她真的醒了 反告我們咬我們一口 你我還拖得了干系嗎 那夫人 現在該怎麼處理啊 哎呀 想辦法嘛 什麼 我娘把秋香儀給接走了 我也覺得奇怪啊 真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你婆婆說 要帶秋香去看病 哎 哎 這可真稀奇啊 你婆婆什麼時候變這麼好心了 是啊 可是太陽也快下山了 秋香儀應該回來了呀 夫人 被秋香折騰了一天 我去給您熬點粥暖暖胃吧 唉 不用了 我不太舒服也沒什麼胃口 不想吃 哎 夫人秋香已經被安頓在尼谷灣了 您就別再操心了 對了 春秀我要告訴你 以後關於秋香的所有事情 不許提半句 知道嗎 嗯 是 夫人 哦 還有 我明天要去趟南京 你去幫我收拾收拾吧 可是 你不是剛回來嗎 哎呀 叫你去辦你就去辦嘛 嗯 是 啊 雖然已經暫時紅住了溯雲 除掉了秋香 但是佳音和舒寒的親事 還得抓緊辦 好讓小劍儘早認走歸宗 免得夜長那麼多呀 嗯 娘 您昨晚睡得好嗎 好啦 一大早又想問我什麼 說什麼呀 哎 沒什麼 娘 昨天那個春花跟我說 您帶秋香儀去看病了 她昨晚也沒回來 怎麼樣 她病嚴重嗎 哎呀 你別提那個瘋女人了 她腦子有問題 哎呀差點啊 沒把我嚇出心臟病來 怎麼了秋香儀 誰知道呢 我好心帶她去醫院 她咿咿咿咿的不知道說些什麼 突然就從黃包車裡往外跳 哎呦 差點把我心臟病給嚇出來 是不是啊春修 是 是啊 秋香儀跳黃包車 她為什麼要跳黃包車啊 哎呀 你問我我為誰啊 那個瘋女人就是腦子有問題嗎 哎 她從黃包車裡跳出來之後 你六丫子跑得沒影了 連黃包車夫都追不上她呢 哎呀 嚇得我嘞 是吧春修 是 是的 娘 您剛才是說 秋香儀跳了黃包車 還跑了 黃包車師父還追不上 我只是覺得奇怪 我說你才奇怪呢 問東問西 問這麼多幹什麼 早知道 我就不管這檔子閒事了 好心不得好抱 哼做了好事 還受到一頓盤查 我受夠了 娘 我沒有盤查您的意思啊 真的 你也知道 我這人腦子不好使 我說話不過腦子 您別跟我計較了 那我先走了 要是有秋香儀的消息 您讓春修通知我一下啊 行了行了知道了 走吧走吧走吧 你要再來訪我 不煩不煩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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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修 過來 來 夫人 記住我吩咐過的秋香的事 趕緊去收拾行李 好 記得我去吧 去吧 哦 飛起來了 爸爸 來寶弟 來寶弟 飛起來了 飛起來了 爸爸 給我玩玩嗎 給我玩玩嗎 爸爸 給我玩玩嗎 舒涵你別逞強 小心你的手 好不好玩 好玩 爸爸好棒 高不高 高 利波對寶弟再好 也不能代替舒涵 他跟寶弟 先濃於水 媽 乖 他今天玩得好開心 我很久沒看到他 這麼開心 家瑩 說實話 這樣委屈你和我在一起 我很不安 你還這麼年輕 該有自己的選擇 去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 幸福的定義因人而異 對我來說 能天天看到寶弟 還有你 就是最大的幸福 別這麼說 你條件這麼好 有很多選擇 追求你的人一定很多 是有人追求我 不過我對他們沒有什麼感覺 不會連一個合適的都沒有吧 合適的倒是有一個 只是我一直沒有答應他 誰啊 你問這麼多幹嘛 說說吧 我關心嘛 也行 他姓高 高麗博 沒有想到是他 他 他是好人 也算是我的貴人 你不要想太多了 立伯確實是個君子 我相信他一定會祝福我們的 嘉義 其實我倒覺得 你和立伯挺合適的 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我已經有孩子了 還有蘇芸 我不值得你為我這樣 你值得 你值得 好高 你值得 你值得 朱函 娘 你怎么又来了 你会不会说话呀 这孩子 什么叫又来了 你不愿意见到我呀 哪能啊 我只是奇怪 您不是刚走吗 我坐了那么久的火车 又累又饿的 你带我吃口饭再说行吗 对 娘 这里的菜好不好吃啊 很好 娘啊 好久都没有吃饭 吃得这么香了 谢谢啊 都是因为你 给你吃什么都香 哎 书涵 你的手不用砸绷带了 看来好多了吧 绷带是可以不用砸了 但是握笔时间久了 还是不行 哦 倒是娘您啊 我觉得您最近气色 好了很多 是吗 哎呀 来看你 见到你 娘就开心了 当然气色就好了 娘 那 佳音的事您说了吗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你那个点头了 点头了 这么容易就点头了 哎呀 当然也不是马上就答应的 是你娘我 费了多少时间口舌 跟她分析厉害关系 她最后想了想 琢磨了一下 女人嘛 为了孩子 她就认命了 所以就点头了 不对 我了解苏维 苏维什么都可以让步 唯独夫妻关系上 她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怎么 你怀疑我骗你啊 倒不是 我就是有点意外 有什么好意外的 我不都说了吗 素云她自己说的 她喂了孩子 什么都能忍 她觉得这是最理想 最妥当的安排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呀 你知不知道 其实一直有位先生 在追求佳音 我才不在乎这些呢 现在谢佳音心目中 只有唐淑涵这一个人 对了 你明天就去把佳音 请到家里来 我们好好跟她商量商量 选个好日子 把你们的事啊 给办了 就这么说了啊 春秀 二少奶奶 你怎么又来了 跟你说很多遍了 夫人去打牌了 不在家里 你真是什么话呀 什么叫又来了 我还不能来了 我给我娘送点东西 不行吗 二少奶奶 真的 夫人她真的不在家里 她不在家里 她去哪了 她 说呀 去哪儿了 她 她去南京了 南京 你可千万别跟她说 是我说的 行 那你把上次 说寒错南京寄回来的挂号 新信封给我找出来 这个 这个什么 我现在不是二少奶奶了 是的话就去拿呀 是二少奶奶 宝贝 伯母 你一人准备这么多菜 那么费心 多不好意思啊 你别误会 我可是从来都不下厨的 这淑涵知道的 倒是我今天心情好 到外面馆子 订了这一桌菜 别说这么多了 来就坐吧 大家就坐 来 宝弟 宝弟你坐 宝贝多吃点啊 奶奶订了你最喜欢吃的虾虾 快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喂 舒寒 该跟佳音说的事 说了吧 还是娘 自己来说吧 佳音哪 宿人哪 终于想通了 她愿意以后 跟你姐妹相称 共总家庭 一起来伺候舒寒 一起来伺候舒寒 所以啊 今天你们两个 得要好好地敬敬我这个大媒人 你愣着干什么 倒酒啊 哎呀 真是的 娘也祝你们恩恩爱爱 早为我们唐家多添几个大胖小子 佳音哪 以后你要多帮着娘操持这个家 照顾这个家 妈呀 睡了吗 孩子中归是孩子 一哄就睡 哎 好啊 宝地睡了 我们三个大人就可以敞开喝了 来 舒寒 倒酒倒酒 倒酒 哎 哎 来来来来 今天娘啊 太高兴了 来 娘敬你们一杯 愿你们恩恩爱爱 哦 娘 您能喝这么多吗 我当然能喝了 娘高兴 高兴就能喝 来来来来 来 来 舒桓 舒桓 你得静静佳音哪 那佳音 好 佳音 你怎么了 不能再喝了 哎呀 舒寒 佳音喝多了 哦 我陪她 到客房里去休息一下 哎呦 哎 哎 哎呦 哎 哎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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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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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郎官 新娘子 早啊 娘 这怎么回事 昨天喝多了 说什么怎么回事 这先进洞房后行礼 我觉得挺好的呀 昨天怎么不叫醒我 瞧你说的 我喊的嗓子都哑了 你就死活不肯离开这张床 还一个劲的嘴里念叨着 家音 我爱你 伯母 你别说了 既然这早就情投意合 我干嘛要拆散鸳鸯啊 行了 行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先去看看宝弟行了没有 你们俩梳洗梳洗 我在客厅等你们 好了 好了 伯母 看来 书恒根本没有对我做什么 娘 有件事我得跟你问问清楚 你确定昨天晚上我跟佳音 哎呀 昨晚你喝醉了呀 都醉成那样了 哎 行了行了 一个大男人 别嘟嘟囔囔的 可是苏云 哎呀 可是什么 你是个大男人 有点儿主见 别露里巴索的 佳音 伯母 哎 我来了 早上好 你叫我什么来着 伯母 好像这个称呼不太对吧 好了 为娘的就做主 择日不如壮日 就选今天 把你们俩的事给办了 娘 这样有点草率了 草率 佳音 你觉得草率吗 我听伯母的 听听 听见了没有 你看佳音 多善解仁义 多知书达理 这才是我们唐家的好媳妇 来 应该正式拜见 为娘的了吧 佳音 媳妇佳音 拜见娘 好 乖 哎 你 娘 好 太好了 株莲碧合 天造地设 金童玉女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哎 佳音哪 不知道你府上 还有什么人没有 啊 其实 我应该备份礼 跟淑寒一起 到你府上拜候一下 娘 我的父母亲早就去世了 也没有其他亲人 倒是有个干娘 您认识她的 叫秋香 那她现在在哪儿呢 在府上吗 或许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上回你匆匆把宝弟抱离上海的时候 可是有人在你背后给我通风报信呢 谁啊 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位干娘 秋香啊 哎呀 恐怕你是不知道啊 要是我早去几分钟 我就肯定可以把你拦下 往后的故事恐怕就要改写了 你这么信任她 她却在背后背叛了你 娘 我觉得秋香仪也是为我好 你不了解情况 就不要说话 娘 其实我跟娘之前 先后失去了两个儿子 所以她特别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楚 她见我要抱走宝弟 在背后通风报信 我猜到了 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 是吗 那是因为你人太善良 不管这件事情 你放不放在心上 毕竟我们是主子 她是下人 还是要有分寸才好 娘我知道了 其实 自从我跟娘回了她老家 我们就断了联系 怕是再也找不到她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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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爸爸 我没想去吃 是的 我没有想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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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那位先生啊 就会知难而退 会死心的 对了 那位先生 他姓什么呀 姓高 姓高 高什么呀 那位先生 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 孙芸 你们没关 我就进来了 娘 你没想到我会找到这儿来吧 是不是 你说你为什么瞒着我呀 真是的 你叽叽喳喳干什么呀 难道我这个做婆婆的 要跟你报告行踪啊 宋云姐 吃饭了吗 我去给你天赋碗筷吧 宋云姐 吃点饭吧 不用 不用 我现在就想知道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呀 我就看着 看着你们 看着你们一家人都在这儿 只能跟我说出一个道理来啊 宋云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应该知道什么 娘 不是说宋云已经点头了吗 点头 我 我没点头啊 我一直在摇头 我没点头啊 我一直在摇头 娘 怎么回事啊 他们俩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就认了 宋云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宋云 等一下等一下 宋云 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不要绕圈圈 你们一绕圈圈 我这脑袋又不好使 你们绕圈圈把我绕进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告诉我呀 你说 好了 我来说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 为了唐家有后 为了让宝地跟你母子团圆 所以我做主 让书寒娶了佳音 就这么简单 宋云 她 要娶她 她 娘 你怎么能做这么大的决定呢 我都不知道 你 你都没跟我商量过呀 我一点都不知道 宋云 这事儿 宋云这事你听我说 宋云真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宋云 宋云 坐下 你打我 我就打你 打你不识大体 不知好歹 你看看我们佳音 这是多好的女孩 她不计较名分 愿意坐小 还愿意称你为姐姐 你还不知足 跑到这里来撒野 打你男人 骂你婆婆 有你这样的媳妇吗 没教养 没规矩 娘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是因为我一时生气 我才会打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她 她是我男人 她是我一个人的男人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不能让她取笑 这由不得你 佳音是我们唐家的媳妇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不同意的话 那就离婚吧 没人拦着你 离婚 娘 你怎么能翻两根翻书一样无情 你 你忘了当初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 我跟刘云 你闭嘴 你要流血流汗流泪 那是你应当的 没有人逼着你 是你心甘情愿的 怎么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我就反对舒寒娶你 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来跟我算总账 我拿什么陪你啊 我怎么办呢 好 我只有命一条 我就赔命给你 娘 娘 娘 不要喊我 娘 你让我死 娘 你这是干什么娘 我死了吗 哪有我这做婆婆做得这么窝囊 这么没出息的 我让这媳妇这么挤兑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啊 我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可是我落着什么了 我在做功德呀 我对得起天地良心 对得起我们唐家列祖列宗 娘 那谁对得起我呀 乖 我问你 你是不是要娶她 凤雲 这件事 我 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不 你说你是不是要娶她 其实我 我 我是个男人 我得给人一个交代 得负责任 好 你要负责任是吧 那我走 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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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素云姐 你不用走 要走你的树子 佳音 佳音 你不能走啊 素云 你去哪儿 华音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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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可以两头都隐瞒 您这不是在害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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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想孙子想疯了吗 再说 我我真的不是有心要瞒素云的 可是昨天晚上 你跟舒寒不 不就 是 我做这事啊 是有些欠周全 可是我也是为了你跟宝弟呀 再说了 你现在都已经是舒寒的人了 他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 他不需要对我负责任的 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 舒寒他跟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怎么知道 娘 我是个女人 这样的事 我心里有数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我不想让大家都为难 我想退出 不行 我说没那么容易 宝弟好不容易 找到了奶奶 找到了爹 你难道让他马上再失去吗 再说了 我好不容易 盼到宝弟回到我身边 我再也不允许 他在我眼皮底下 就这样溜走了 娘 你哪儿不舒服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老小兔 八成就是被那个宿云给气的 这胃呀落下病根了 佳怡 你就看在娘这个身子的份上 就别再折腾我了好吗 别哭啊小剑 你看 妈妈给你买了波浪鼓呢 你试一试 来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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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妈妈 我要我去 小剑 妈妈在这儿呢 我是宝弟 不是小剑 宋云 我要找我妈妈 宋云 我来吧 不用你管 我自己 我自己孩子自己哄 你走开 不哭了不哭了 你可这小鸭子多可爱 还会呱呱呱叫呢 我不要我去 我要妈妈 我要找我妈妈 可是我才是你妈妈呀 妈妈一直在这儿 没有离开过你 你不是我妈妈 宋云 你不是 我来吧 你不是 宝弟啊 来 听爸爸的 先躺下 躺下 宝弟乖啊 好好睡一觉 等起来以后 爸爸带你去找妈妈 好不好 来 滚 你看看 这是不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 他毕竟是孩子 你不能盘一分为二吧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娘提出的那个办法 这样可以让你和佳音 共同拥有这个孩子 别说了 孩子是我的 还有你 你是我的男人 我跟你拜过天地的 你凭什么让我分一半 给他谢佳音 是啊 我也是刚刚知道不是 之前娘一直骗我 说你同意了这件事 我才认同她这种方法的 你别都推给娘 真的 我问你 你和她之间 是不是早就互相喜欢了 没有 没有的事 真的 我承认我跟她互相欣赏过 但那绝对不是男女之情 在昨天晚上之前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过你 她也没有 苏云 老婆 我不是那种负心的男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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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喝多了 稀里糊涂就 我不是你 稀里糊涂 你没有稀里糊涂 我 你们都没有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的人是我 是我你知道吗 不是 你跟我说实在话 是不是在你心里 从一开始 就觉得只有她才配得上你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怎么会呢 那是不是她使得美人机 她让你上道了是不是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多了 所以才干出出阁的事 反正 事情怨我 别怨别人 你 你还护着她 不是 只是 只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的错 但我总不能 把你们都辜负了 什么叫做都辜负了 什么叫做都辜负了 那你的意思是 这事没得救了 没酒 哎 大哥 你看这小子还真够硬的 愣是一毛钱都没有 别跟他废话了 干脆剁了 让合理费王八算了 你懂什么 杀了他 怎么连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他说 我真没钱 是谁钱 没有 那我就把你给废了 没了那玩意儿 我看你今后怎么搞女人 干什么老大 你就是个别三你是不是人啊你 大哥 什么意思 我来 我来 把他给废了 好嘞 让鸡飞蛋打 我这这这没钱 反正你要这玩意儿也没什么用了 我就给你崩了 图个清醒 万国银行有个保险箱 你笑什么笑 行了行了 万国银行有个保险箱子啊 怎么取出来啊 凭我这张脸 你们带我去了以后呢 银行工作人员看见我这张脸 然后跟那个照片一笔对 确认无误了 才能把金库的保险箱拿出来 行 把他先押起来 弄点好吃好喝 最好再弄个二两酒 养养精神 明天早上一早去取钱 还是那玩儿值钱啊 别笑了 不是吧李伯 你这臭小子走的什么狗屎运 老大还有吃有喝的款待你 嗯 好处 必须过去是吧 少来这一趟 我得好好看着你 嗯 看看看看 都拿着家伙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能跑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手要有油 来坐坐坐 好 你 来 来喝点儿 吃吃吃吃 吃 闲聊啊 明天开了保险箱之后呢 你们能分多少啊 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跟着老大混 只能拿生活费 那些钱没我们的份儿 哦 这样啊 不是 你看 你们俩一直费心地看着我是不是 到时候 这钱都给你们老大拿了 太不公平了 你少啰嗦 我们当初在老家待着 要不是我们老大 我们还能混到今天 我们还得感激一下呢 就是 在哪儿死都不知道了 真的 两位一波云天 忠心港港 是是 我那个银行保险箱有多少 二十来根金条 二十来根 对 明天打开保险箱以后呢 全部 给你们老大一个人拿了 都愿我 你们周瑜打黄盖 一个月打优养 不管我什么事 来来来 吃东西 听见没有 二十多根 老李博 我们哥俩决定好了 现在就带你走 怎么样 天都快黑了 银行人早上上班 没事 我们路上还有时间的 我们赶在早上银行开门之后 立马弄东西 东西到手 我们哥俩马上讨回老家去 对啊 就你们老大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被带着了那么沙头 走走走走 别别别别别 别别 你看你们两个人 就这么拉拉扯扯的 就这么你们拉拉扯扯的 明天到了银行 人家能相信我们吗 客气点 快点 好了没有啊 跟个家门似的 快点听了没有 快点 你 撒个尿 你怎么慢呢 你 撒个尿 不是高丽博 这路你要再不给我好好带 你是不是老子一乡崩了你 别别别 还有 那个好好大路不走 你走这个山路干嘛 哎呀 我说大哥 走大路人多眼仨 人家都看着呢 走小路呢 我认识 一会儿就到了 你们知道 咱们打开保险箱以后 有多少钱吗 咱们发财了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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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八根 我九根 你这一天拿了一根 追 追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点 那秒 到那边 跑得真快啊 黑乌爷 我告诉老大姐 先走 走 我怎么跟佳音说呢 现在事情搞成这样 最尴尬的人就是我 佳音哪 事到如今 你也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那你竟怎么会在这儿 其实上次啊 我就应该给你份见面礼 只是上次没有来得及准 这个玉镯虽然不是什么名贵之物 却也是我心头之爱 你就收下 娘 既然是您心爱的东西 我不能收 你不肯收下 你是嫌弃了是不 要是我跟你早点结缘 我还有一枚金刚钻的 那可是前朝老佛爷 赏赐的好东西 给你带就最合适不过了 满清这种事也提起得出 我 那么宝贵的东西 娘应该留起来 当作传家之宝 别提了 没了 没了没了 什么都没了 现在除了 现在除了现金和首饰之外 连房子都拿去做抵押 去投资股票买卖了 刚开始是赚了点钱的 可是到后来 就一文不胜 血本无归呀 听您这么说 您是不是让人骗了呀 帮我投资的那个人 真的是个混蛋 他不仅仅害了我 还害了好多人 坑惨了好多人呢 他要是敢露面 一人一口唾沫 呸 都能把他给淹死 可是现在最惨的 却是我那栋房子 那栋房子 是舒寒的祖母 传到我手上的 现在因为一时还不出钱 钱庄跟法院 申请要查封 差点没把我逼死了 到现在 我还不敢让舒寒知道 娘 我最近做股票 赚了点钱 我把钱都给你吧 你去应急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的 娘您这不是跟我见外了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把房子收回来 佳音 有你这份心意 娘就知足了 可是你这钱 娘是万万要不得 要不得的 你就不要替娘操心了 我还勉强能撑得过去 这些事都别提了 我倒是很好奇啊 你那位是什么高人啊 为什么大伙都赔了大钱 你却赚钱了 是什么高人啊 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高人 他都不是专业做股票的 也许只是我运气好吧 那下次 你得好好给娘 引尖引尖你这位高人 让娘 沾沾你的好运 沾沾光 我知道了 娘 这手镯 你乖乖地 就把它收下 把这手镯收起来啊 南京和杰引封实在 我怎么能给她们 娘 您的咖啡 谢谢 小姐早餐 谢谢 对了 娘 我想过了 您难得来一次南京 吃完点心 我带您出去逛逛吧 佳音哪 我就是说 你是个贴心可忍的好孩子 咱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我正想到南京的 那些洋商场呢 去逛逛 买几块布料 好 那吃完我们就去 这满情怎么还没散呢 佳音 你怎么了 你让我忍不住要想 娘 我忍不住要想 我跟姝涵 我们两个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还是骗她说发生了 我觉得 我觉得很对不起她 佳音 那件事情 就你之 我之 天之 地之 就别再提了 再说了 我连一个素云都摆不平 我怎么当这个家呀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素云姐人挺好的 她是个老实人 你为什么老要这么 这么针对她呢 你以为我没跟她讲好话 讲软话吗 她这个人哪 这里有问题 就一根筋 死脑筋 怎么讲都讲不通的 不要说她 说到她我就来气 对了 娘 这个是我挑的法国的化妆品 麻烦您带回去给素云姐 算是我对她的谢意吧 哎呀 你看看 你就是这么善良 对她还这么好 我呢 希望她能识相点 顺着杆子往下爬 就别再拗了 来 走 素云 素云你别这样 素云 爸爸 所以你这是干什么 你还问我干什么 你说我在干什么 我辛辛苦苦的 坏了她 我又生了她 结果现在她不认我当妈 我能理解 但是她一直没有跟你在一起 她跟别人亲也是人之常情 她是个孩子 你不能跟她来硬的 你不能强迫她 你还好意思说 要是当初没把她送给谢嘉义 现在她能让她当妈吗 咱能不能不犯旧账 当时我也是没办法 我不是要救婷婷吗 我现在还不能说话了 是不是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了 我连说话都不能了 好好好 别激动 我现在就是案板上的肉鸡 好了素云 你们请请请 走走走走 想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不是 我告诉你 素云 以前你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现在不 我跟你说 我现在带她回上海 我现在就去 素云 你要干什么 你要走就自己走 没人拦着你 可别惦你就是我孙子 我不要 你这个女人搞什么鬼啊你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绑着舒寒不让她上班 我 没有 我跟她商量去哪 上你的安全 没你什么事 素云 你说 是不是这个女人不让你上班 阿姨 你就别让娘给我扣帽子了 你先去上班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去吧去吧 听见了吗 上你的班 上你的班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佳音哪 在南路的百货公司 专门给你买的精挑细选的礼物 我不要 她把我男人抢跑了 送我几样东西算怎么回事 我说你这个人 给脸不要脸 我现在给你台阶下了 你就赶紧下吧 我告诉你 你再这么给我拎下去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我现在就有好果子吃了 你们肯定都把我害成什么样子了 昨天当着舒寒的面 我为了顾及您的面子 我好多话我都忍住了 都没有说 结果 结果您肯定是怎么编排我的呀 你还顾及我的面子 好啊 我害你了 我坑你了 你今天都把话给我说清楚 现在舒寒不在 您说话轻松了 那我问你 我 您还记得那个 当初那个我们唐家房子被封了 您不让我告诉她 为了替您还债 我跟人陪酒陪着唱戏 您也不让我告诉她 结果呢 您两头骗 把我的男人送给了谢佳音那个女人 这不都是您干的吗 您倒是看着我呀 您看着我 别碰我 娘 我也知道 这么多年了 从来在您的心里面 就没认过我这个儿媳妇 我知道 我知道您一心想把我踢出唐家 可是在我心里 我是把您当亲娘一样供着 一样孝顺着 一样孝顺着 可是现在 我也会心寒 我也会累 您不要我 我认了 可是有些事情有些话 我必须要跟淑寒说庆祝 哎 你不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就不信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理了 哎 你 你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娘 娘 你还知道回来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 我出去忙点事 我听说保弟的亲奶奶唐夫人来了 还住了一宿 是的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你提起过你婆婆 她不是我婆婆 她 她 不是你婆婆 她为什么是保弟的亲奶奶 对不起我骗了你 你婆 我今天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保弟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我亲生的 他是我领养的 而且我从来都没有结过婚 王父之书全都是我瞎编的 唐叔还是保弟的父亲 唐夫人是保弟的奶奶 保弟她有爸爸有奶奶 他们为什么要你一个未婚女子带她 这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这关系到我们的隐私 关系到唐家的隐私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的 我开不了口 你别怪我 你这样对我公平吗 你这样对我公平吗 对不起家印 我不该曾大声地说话 你真好 你还真好 你无论 我已经不想了 那你真好 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 但是 但是有些事真的不足为外人道 我希望你能够体谅一下我 好吗 好了 那个 唐夫人 她知道我 你没跟她提起过我吗 什么意思 没事 小翠 小翠 我来进 是先生 喂 对不起 这里不是高丽宝先生的家 你打错了 万古 万古运和毛经理 老毛 你听我说 不是 你先听我说 那些流氓是不是没有进进库 不是拿枪顶着你也不能给他们 你们 你听我说了吗 你帮我搞定那帮人 那 动过这个难关 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好 谢谢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立伯 小翠 你去流氓 要来闹事 赶紧收拾东西 马上离开这里 师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能不能先说啊 不行 你先跟我走 放手 放手 你先跟我走 我走 对不起 我要跟唐书寒在一起 谢谢你对我的好 最后我问我自己 我最爱的人还是他 我没有办法骗我自己 你这没有唐书寒是什么人 他是个有妇之妇 你要给他做小啊 对 我要给他做小 九致儿 回来 我告诉你 我哪里不必 这个书袋子强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不敢动吗 我告诉你 我在我就不会让你和 那个书袋子在一块 我爱他 我不会跟你走的 给我走 放手 小翠宝 小翠宝给我出来 小翠 他们找来了我不等 小翠宝 小翠宝 开门 跟我走我家里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走 小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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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出来 我才想别扒兜上当地 我还听见没有啊 小翠宝 出来 快开门 小翠宝 开门 小翠宝 快走 我不得给我 小翠宝 快走 快走 不要再搜了 他已经走了 走了 去哪啊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你们直接告诉我吧 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 欠多少钱 把你的房子卖了也还不上 夫人 您今年贵庚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么 请问夫人这几个月来是否月薪未至啊 这有关系吗 啊 我要知道 这几个月来 这方面似乎确实是不太顺 哎呀 我说大夫 你问这些女人家的事情干什么呀 我婆婆到底什么病 你赶紧说呀 倒是 啊 夫人有喜了 啊 一般妇女啊 到了夫人这个年龄啊 是很难悔悦 可是夫人这次怀孕是真的 这真是可喜可货呀 胡说 这个人在胡说 这个人在胡说满道 给我轰出去 哦 哎 你走吧 你真是胡说八道 我婆婆玩去十几年了 怎么可能 我说就是真的真的 走啊 走走走走 真的 快走快走 你盯着我看了干什么 你盯着我看了干什么 您倒真像大夫所说 那 哎 有人来了我去开门啊 您多休息一会儿 啊 到底是谁来了呢 如果这是真的 我该怎么见人 又该怎么办才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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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宇 停下 妈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帮你壮胆 要是有人敢欺负你 我春花第一个站出来帮你挡着 我来瞧瞧你找着弟弟了没 你们俩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这不要我的命吗 怎么回事 跟你说不清楚了 先进来吧 我婆婆病了 躺着呢 奶奶病了 小点声 进来 奶奶好 谁让你们来的 娘 春花是担心我 所以特意带着婷婷来看看我 有什么可担心的 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让他们回去吧 我正心烦着呢 奶奶 您烦什么呀 我正病着 你躲远一点 问那么多干什么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婷婷 妈妈带你去看弟弟 好不好 好 宋玉 你跟书航合好了 那些家人把小剑还给你了 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 娘 没什么 他们还没有吃饭 我给他们弄点吃的东西去 你好好休息啊 走走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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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不知道 好 上 老子 年 女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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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 华脉 怀孕之相 你能不能再仔细地再把一次啊 夫人 亮斌你也不是第一次怀孕 你应该早有警觉啊 你会不会误诊哪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怀孕了 不信你把我招牌给拆了 你怎么来了 娘 你别跑 娘 到底怎么回事 娘 你怎么回 娘 你让开 你干什么呀 我只是想帮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您告诉我呀 你 你别管我 娘 娘 怎么回事啊 娘 最后来 我 прин奉 请 通讯 是 高御殿 我是前辈子欠你的 我今天一死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老天爷 你不给我活路 我知道我这满情 罪孽深重 我只有一死 才会化解所有的恩怨 才会一了百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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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拦掉我 别拦我 你这样 让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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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您可不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都怪你 你干嘛要救我 你救得了我的命 可你救得了我的脸面吗 我现在肚子里 还怀着个孽种 你教我怎么见人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 娘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呀 你真的愿意帮我 你真的愿意帮我 您说什么呢 您是我的娘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帮您呢 可是 我 我没脸面对你 娘 过去的就不要提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解决掉 娘 可是 我现在一点主意都没有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有主意 但您得告诉我 孩子的爹是谁啊 我千万不能告诉苏妍事实 否则我在他们眼中 真的是个主动现身的 不要脸的命人 娘 这孩子 因为我孩子肯定有爹呀 你说他一个男人 他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你告诉我他是谁 我去找他算账 看他怎么说 我 娘 你得告诉我他是谁 孩子爹是谁啊 我 娘 您 您这不是让我着急吗 好我猜 可是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您 跟哪个男人有过来往 蘿蔔糕 你 你胡说 胡说些什么呀 你干嘛提那个混蛋 怎么 你怀疑 你怀疑我跟他吗 娘 娘 您别生气啊 我没有怀疑您 就是前两天啊 我在街上碰到了萝卜糕 然后萝卜糕 他就问起您 问您好不好 我在 我知道我知道 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 这种事情 您能乱猜的吗 我坦白告诉你 不是他 真不是他 我知道了 肯定不是他 我错了 我不应该乱猜 可是娘 都这个时候了 您再不告诉我 我怎么帮您解决问题呀 娘 您放心 您告诉我 我发誓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娘 我怨呐 我真的怨呐 娘 你别哭啊娘 娘 你 你记得我们堂家 那个时候不是欠钱庄 一大笔钱吗 嗯 永天你不在的时候 钱庄的人来府里要债 我说我没钱 我真的没有钱 那帮不是人的 他们居然说 没有钱 就要人 那帮畜生啊 没钱就要人 没钱就要 那帮畜生啊 那帮畜生 娘 你 不会是那些人 你太可怜了 难怪你都不知道 孩子的爹是谁